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的猎豹气势 喜欢就要抓紧 除了街舞 步步和香菜也不能动 潮潮想日日盼的这 就是街舞第四季中 不知道小伙伴们的嗓子还好吗 有没有随着一博一起舞动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 大多数人都已经武功全废了 果然逃过了街舞倒计时王一博的各种杀 却没能逃过第一期的王一博队长 只有在街舞的舞台上才能看到那个表情丰富 肆意散发着撩人气质的甜酷盖 还有那个孩子气上头 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寸步不让的王三岁 从开场微电影的香菜不行 到选人时直接锁定真爱步步的步步不行 最后battle时比较有信心的logging很行 触碰到心仪的事物时 骨子里的那骨子绝强进而就会被完全激发出来 当真是自己喜欢的就要果断强盗手 豹子的气势一触即发 丝毫不犹豫 什么叫目不转睛 一博丁步步就是最好的权势 好不容易躲过了王一博和目风哥 终究还是败给了步步和一博这对神仙组合 王一博对步步的真爱一点不假 步步也成为比香菜还要重要的第一人 一博不仅把手里唯一依次锁定机会给步步 还在步步跳舞时开启了人间小喇叭模式 追星不分职业 谜地也不分身份 王一博看步步的样子 真实的表现出了众多粉丝追星的样子 也与大家看一博的样子无异 其实优秀的人在一起真的就是在互相欣赏 这是强者之间的相互吸引 更是老友之间的默契互动 当优秀的舞者在眼前跳舞 也真的会让人目不转睛 没有必要铺垫那些东西 我对我自己的locking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这一轮肯定是能扳回一局的 熟悉的舞台 绝对统治者王一博队长回归 讲得潇洒 赢得漂亮 街舞四第一期惊喜连连 队长王一博在帅战Battle中和叶音如同粘贴复制般的魔幻奇跳locking令人应接不暇 尖叫声连连 不仅屏幕前的观众们被一博的舞姿所吸引 就连台上的舞者们也都赞叹不已 我们这么多年都白跳了 说实话 王一博太让我惊讶了 一博的锁舞跳的简直太好了 从战术安排到舞台表现力 从核心力量再到舞蹈律动 以及大幅度极快的动作契合 表演的夸张表情 相信没有一个人不会被这种表演感染到的 舞台上的王一博是完全的掌控者和安排者 上场前的战术性绕场 自信诈场的狮子眼神 还没开始表演 就可以完全感受到他回到他的舞台的那种无与伦比的魅力 当音乐响起那课 让人们再一次全方位认识了王一博的街舞实力 很显然 一博玩得很开心 也很享受 享受音乐 享受舞蹈 享受街舞大神们带来的视觉盛宴 面对一众天花板级别的街舞大神 一博没有丝毫局促 拘谨 仍是一脑从容 头脑清醒 果敢决断 甚至还时不时调皮一下 这就是热爱 这就是大将风度 这就是真实的王一博 光影 是骨子里的街舞魂 为什么王一博敢于如此选择 当初 如果王一博考虑了尔导的小众 考虑了刘导没有电影作品 考虑这样的片子不能给自己加成 考虑作为电影新人要找明导合作商业大片才能对自己有益 但凡他看中这些 他就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绩 也不可能得到大众的欣赏 现在都在说他资源好了 之前都是怎么嘲讽的 只能说 哪怕是不被看好的资源 他也能和合作方一起真心相待 共同创造出奇迹出来 就比如尔导不断现场飞夜 就比如长空之王拍摄中的意外事故也能被收入正片 这些不是玄学 这些都源于他的努力 他的天赋被看到了且被不断发掘出来了 哪个导演不喜欢专业又没有专业的毛病的演员呢 我们应该问的是 为什么王一博敢于做出以上种种选择 因为没有 从不担心失去 因为想要 才会换得换失 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拼来的 从没有不劳而获过 他也从没有以预估的结果去评判过取舍 没想过能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益处 喜欢就去做了 从不患得换失 从不犹犹豫豫 越想要 越没有 越不强求 越会得到 这是一种智慧 更是一种奖赏 真的 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你 我们也不过是个匆匆的过客 赤条条的来 终将一无所有的离开 像王一博一样 做好当下的事儿 无愧于心 无愧于己就好 当然忘记换上位无限造型 粉丝 好看极了 当然忘记的脸换上位无限黑化后的装扮 是否也毫无违和感 粉丝给偶像做画是很常见的事情 毕竟优秀的人都是相互吸引的 但王一博粉丝实在太优秀了 画像甚至超越了王一博本人 经典蓝忘机头像 手捧兔子的蓝忘机在月色下是否多了几分温柔 时尚的裤盖 眼神是否颇有本人神韵 暗黑语意 手持剑柄的骑士是否让你眼前一亮 王一博作为唱跳歌手 初次接触迎评能有如此出众的表现 可见在演艺方面颇有灵气 剧中人设超越本人也是理所当然 你觉得粉丝的画像超越本人了吗 王一博被抓拍到的搞笑瞬间 粉丝不愧是他 王一博这些旧照 全部看完不脱粉的是真爱 王一博粉丝太厉害了 画像画得比本人帅多了 王一博这几个造型真帅 可惜不常见 陈情令新粉报道 这画画得像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